因为自己30岁还单身又没钱 他决定在儿童节这天自杀 他往嘴里塞了很多安眠药 接着就大口大口地罐子来水 十几分钟后他的意识开始涣散 然后倒在了公寓的地板上 不过幸好房东及时赶到 他的这次自杀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他被送到医院抢救 治疗结束后他恢复了意识 可病房里的人看向他的眼神都有些奇怪 上万一转头 发现自己旁边有一个大叔正在抽烟 但是很奇怪 这里的人似乎都看不见大叔 护士直接朝上万走过来 并且从他手里拿走了香烟 他有些莫名其妙 为什么大叔的烟会在自己手里呢 没等他想明白这个问题 他就被送到了精神科 医生问他为什么自杀 他回答说没什么只是不想活了 医生还想再问下去 办公室的柜子里突然传出了女人的哭声 他走过去打开柜子 里面居然蜷缩着一个中年阿姨 看到阿姨不停地在哭 上万问医生为什么把人关在柜子里 不过在医生的视线里 面前的柜子根本没有人 他被当场确诊精神有问题 随后就被护士拉走准备住院治疗 深夜上万去上厕所 却看到护士站蹲着一个奇怪的老大爷 那个老大爷正在偷窥一个护士 等发现上万后 老大爷的头又像气球一样裹起来 他被吓得转头就跑 躲进病房后又发现这三个人都飘在空中 三个人坦白自己不是活人 并且还表示他们今后要借用上万的身体 第二天醒来后 那三个人不仅没有离开 旁边还多了一个小男孩 并且和昨天一样 这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看不见他们 此刻上万终于明白 原来一心求死的人 是真的可以看到鬼魂的 几天之后上万出院了 可是那四个鬼魂依然跟着他 无论上万走到哪里 他们都时时刻刻黏着上万 而在四个鬼魂的纠缠下 上万的生活也变得比以往更加痛快了 老大爷用他的身体喝酒 一天就能喝掉二十多瓶 每次喝醉时 老大爷就在阳台上随意小便 那个大叔借用他的身体抽烟 短短一天时间就可以抽几百根 小男孩用他的身体吃零食 吃的都是高热量的垃圾食品 爱哭的阿姨很少借用他的身体 但是阿姨却有一个奇怪的皮靠 每天早上醒来时 上万都会发现阿姨躺在旁边盯着他看 四个人对他的肉体和精神进行双重折磨 一段时间后他的身体终于垮了 他不理解 为什么这四个陌生鬼魂会盯上他 自己的人生已经够苦了 为什么连鬼都要来欺负他 当心的人 这三个人都没有人 为什么我来说 我来说 真是真是 他去找算命大师 询问大师怎么把四个鬼魂赶走 大师告诉他 只要满足鬼魂的愿望 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从人间消失 于是上万回到家 询问四个鬼魂的愿望是什么 第一个开口的是老大爷 他说自己想找到一台相机 上万带着大爷去找相机 可是在商场逛了很久 大爷都说不是他生前的那台 他让大爷给一点提示 大爷回答那台相机在一名老警察手里 上万埋怨大爷为什么不早说 大爷却表示只要生者不问 逝者就不能主动透露信息 他和老大爷来到警局拿相机 可是那个老警察却不认账 老警察不想归还相机 还找了个理由把上万拘留在警局 不过幸好老大爷在生前认识老警察 也知道老警察很多难以弃齿的小秘密 在老大爷的言语威胁下 老警察终于归还了相机 其实相机的主人是老大爷生前的老友 老大爷想把找到的相机还给对方 或许是自己时日无多 老友知道面前的小伙就是自己的老朋友 老友和上万一起在食堂吃饭 一起边喝酒边聊天 就在他们叙旧时 一个护士走过来让他们不要喝酒 上万转过头看去 映入眼帘的是护士颜秀温婉的笑脸 也就是在这一刻 单身了三十年的上万心动了 他的憨傻模样被老大爷看在眼里 老大爷当场就决定帮他一把 老大爷附在上万身上 以一种滑稽大胆又油腻的方式开始了搭讪 不出意外搭讪以失败告终 不过好在上万顺利帮老大爷归还了相机 第二个愿望是小男孩的 男孩的愿望是去电影院看一场动漫电影 上万带着男孩来到电影院 在这里又一次遇到了护士颜秀 颜秀的身边也有一个小孩 那是疗养院里生化癌症的病人 上万本来想正常地和颜秀交流 可是小男孩却不合时宜地附在了他身上 影厅里上万和男孩一边看着动漫一边笑着 可是在后排的颜秀眼里 前面的上万是独自在那傻笑 看电影的心愿完成 上万又给小男孩买了个动漫人物玩具 之后他去面馆吃面 因为吃相很独特 他吸引了隔壁桌颜秀和患病男孩的注意 那个男孩很喜欢上万 上万也借着这个机会拿到了颜秀的名片 第三个要实现愿望的鬼是大叔 大叔想要找到一辆黄色的出租车 在善良的旧车厂老板的帮助下 他们顺利得到了这辆旧车的短期使用权 大叔用上万的身体开着车 带着上万朝着海边开去 虽然不知道大叔为什么要来海边 但直到抵达目的地 上万才想起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海 和大叔相处了这么久 他忽然对大叔产生了好奇 他问大叔有没有家事 结了婚之后难道不会觉得累吗 一个人活着就已经很累了 结了婚之后压力不会更大吗 听完后大叔回答 结婚后的生活当然很累 说完后大叔脱掉衣服想去海里玩 还说在海水中游泳也是他的心愿 上万一边拒绝一边说自己不会游泳 但还是被大叔附身冲进了海里 他在海里不停地挣扎 大叔笑着告诉他 要勇敢地直面对海水的恐惧 听完大叔的话后 上万忽然产生了一种很奇异的感觉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被人教游泳 也是第一次有人教导他怎么去面对困难 此时上万没有注意到 另外三个鬼魂也来到了海面 傍晚的海风中依然夹杂着暖意 时间也仿佛在这一刻放慢了角度 在这天上万被巡视的交警兰停了 经过一番盘问后 交警得知开车的上万根本没有驾照 他被带到了警察局 警察让他联系自己的直系亲属 然而上万听到后却沉默了 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 就在他茫然无措时 他忽然想起了颜秀给他的名片 他鼓起勇气给颜秀打了电话 可是直到深夜颜秀也没有来警局接他 他一个人在警局自言自语着 对着空气叙说着自己的经历 身为一个孤儿 我怎么可能会有亲人呢 从小到大的所有节日 我都是一个人过的 我浑浑噜噜地长大 赚不到多少钱也没有人喜欢我 我的脑子很奇怪 无论我怎么回忆 我都记不起家人的模样 每个重要的时刻我拍照纪念 照片里都只有我一个人 像我这样无亲无故又没出息的人 或许只有死了才能得到解脱吧 他没有注意到 他的这些自言自语 全都被感爱的颜秀听到了 颜秀走到上万身旁 似乎是验证上万有没有说谎 他用耳朵贴近了上万的胸口 在回去的路上 颜秀让他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生命 你的父母给了你一颗很健康的心脏 你一定要带着这颗心脏好好活下去 此时他们挨得很近 脸上也都不约而同带着羞懒的笑 最后上万要完成爱哭阿姨的心愿 阿姨说想做一顿饭给自己爱的人吃 他问阿姨爱的人是谁 阿姨听到后却又哭了起来 哭完后阿姨提议就他们五个人吃一顿 并且还让上万邀请颜秀馆 这件事订好之后 上万陪着阿姨去了菜市场 买菜时阿姨一直挽着上万的胳膊 一边念着菜谱一边买了很多菜 饭菜做好后 颜秀也来到了他家门口 看着一大桌子菜 颜秀好奇地问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 老大爷当即附身代替上万回答 为了心爱的人我愿意每天都做饭 他和颜秀边吃饭边聊天 但是在聊天时上万的表现很奇怪 当老大爷附身时 上万就像一个花心的清场高手 当大叔附身时 上万就像是一个老气横丘的油腻男 当小男孩附身时 他就变得纯真而且幼稚 当爱哭的阿姨附身时 他又很热情地把自己最拿手的 紫菜包饭推到颜秀面前 因为上万性格的频繁转换 颜秀觉得他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男人 所以颜秀吃到一半就说要回家了 这也是对上万另一种形式的拒绝 颜秀离开后 上万心里涌上了无尽的失落感 颜秀是他唯一想亲近的人 如今他却被对方推开了 他觉得四个鬼魂帮了他到忙 也觉得他们没理由再留在这里 所以他对四个鬼魂说 你们和我非亲非故 心愿完成之后就赶快离开吧 第二天醒来后 上万发现四个鬼魂真的离开了 遗留在桌子上的 是爱哭鬼阿姨给他做的一盒饭台 他想起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他们曾像一家人那样同在一个屋檐下 虽然他们都是陌生的鬼魂 但有他们的存在 这个家至少热闹了很多 不管过往的时刻有多温馨 那四个鬼魂对他而言终究只是陌生人 他终究还是孤身一人 终究还是过着一事无成和赖泥一样的人生 当这个想法在他心里出现 他的情绪又一次陷入了阴暗 所以他再次有了自杀的念头 这一次他选择在车里烧炭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当煤炭燃起的那一刻 一个身影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 他想起了电影院李颜秀的笑容 想起了公交车上颜秀的眉目低垂 这时他猛然醒悟原来只要心里有所爱的人 自己就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之后他认真打扮了一番 带着爱哭鬼阿姨做的饭菜去了疗养院 他说不出疗人的情话 只是很朴实地说想邀请颜秀一起吃午饭 真诚往往最能打动人 这一次颜秀也没有拒绝他 他和颜秀一起坐在长椅上 饭盒里是爱哭鬼阿姨做的紫菜包饭 吃着上万带来的紫菜包饭 颜秀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 人们都习惯在紫菜包饭里放菠菜 为什么你做的里面放的是水清菜 这个问题很寻常 所以上万下意识地回答 孩子中国妈也打了 蜷蛏皮肚你的尖取起碎 蜷蛏皮肚大含太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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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三万年是多少呢? 我们要八丈区域掌募使吗? 这一刻上万想起了所有事情 他也终于记起了家人的模样 他想起了当初他和哥哥没钱去看动漫电影 那时哥哥对他承诺将来一定会带他看一次 兄弟 咱们快给我给你 他想起了当初爸爸换了辆新的出租车 那时爸爸准备带着全家去海边玩 他想起了当初爷爷为了那次全家旅行 刻意去好朋友那里借了一部相机 那一天他们满怀期待赶往海边 却不幸在半路上遭遇了车祸 当时妈妈用身体护住了上万 当时一车人只有他活了下来 那次事故让他的颅脑受到损伤 他也失去了有关家人的所有记忆 他从疗养院一路跑回家 可是屋子里早已没有了家人的身影 就在他被这份得而复失的痛苦包围时 原本已经离开的鬼魂又回到了他身旁 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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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cycle 平朝我一封 中国君子 兄弟弟 夫人 川哥 武卢 警斗 爸爸 认识训识训识 爸爸 认识训识训识 妈 那我和你一起去 妈妈 抱怨 我们三万一家过后 在电影的最后 全家人一起站在窗边打算拍一张全家福 随着咔嚓一声灯光闪烁 尚万第一次与家人的合照也在此刻定格 已经死去的家人都很开心 他们都嘴角上扬面带着笑容 只有尚万紧锁眉头嘟着嘴 仿佛是一个受了多年委屈的孩子 之前的尚万并不知道 他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 在过往他生命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他的家人其实都默默陪在他身边 之后的尚万也很清楚 从今往后自己不再是无亲无故 有一群人在某个平行世界陪着他 也有一个新的家人在这个世界爱着他 已故知人的爱没有消失 被留下来的人将会带着这份爱 继续朝着未来走下去